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防委员会议员崔大成10日在国防部提交数据,2014年韩国部队自杀人数为67人,2015年为57人,2016年为54人,2017年为51人,成逐年减少趋势,但分别看士兵、干部的自杀人数,结果却出现很大差异。 2014年士兵自杀人数为40人,2017年为17人,而军干部自杀人数,2014年为21人,2017年为31人,摧带成成,导致这种结果是由于此前,应对部队自杀的对策。 主要针对士兵阶层,疏忽了干部阶层,他强调防治部队人员自杀的对策,要兼顾士兵和军干部,提高是孝信,持续编译,配思雨神稿,未愿。 装饰名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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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